這次影片要示範的是藤井妮娜的無辜眼妝 重點在眼線微微的往下拉 和下睫毛的使用 底妝使用隔離霜和粉底液 用1比1的比例調配 讓妝感可以呈現比較薄透的感覺 先使用粉底刷刷勻 再利用手的溫度輕輕的推勻 讓底妝可以完全的服貼在臉上 黑眼圈可以使用遮瑕膏來做遮瑕 用筆刷刷在眼睛下三角的位置 但切記喔 在刷的時候千萬不能太靠近下眼瞼 以免眼睛會呈現浮腫的狀況 開電影 回不完結 parking 先使用染眉膏 將眉毛染成芽麻色 再使用眉笔拉长整个眉形 使用妙巴里的深咖啡色眼蜜 打在整个眼窝 用黑色眼线胶画上内眼线 外眼线以及下眼线 眼线胶用完之后 再用黑色眼线一笔画过 让眼线可以更黑持久且不易晕染 为了创造无辜的眼神 眼线要平拉延伸 之后再微微往下拉 灰色眼影叠在眼中 眼尾后段 以及晕染整个下眼影 让眼神看起来比较朦胧 记住可不得了 看起来比较朦胧 你还看起来比较朦胧 用浅咖啡色眼影打在眼窝 增加东方人的眼睛深邃度 再用粉色眼影打亮整个眼睛前段 先将睫毛夹翘 再刷上睫毛膏 让睫毛呈现自然根根分明的状态 这次的假睫毛 是前短后长 一株一株式的假睫毛 戴上之后 会有放大拉长的效果 戴完假睫毛之后 在意整体的感觉 使用深咖啡色 再加强一次下眼影 下睫毛是这次眼妆的主角 先将下睫毛分段剪开 再慢慢的一撮一撮的黏上去 中完下睫毛 整个眼妆变重了 下眼影也需要再加强一次 让眼妆的整体比例比较完整 最后在眼头七字形的部位 再做打亮 整个眼妆就完成了 使用玫瑰粉红色的腮红先轻拍 再用粉橘色腮红轻轻的刷过 利用两个颜色的胶叠 增加腮红的层次感 利用雾面浅咖啡色的眼影 从眉头的位置轻轻轻的往下刷 做出自然的鼻影 这次的唇色看起来比较红润 所以先使用遮瑕膏来压淡唇色 再涂上裸色唇蜜 唇妆就完成了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